这是美国之音在2月23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宁昕 随着经济衰退的加深 失业问题成为中国2009年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据统计中国过去一年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 而正在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也高达七八百万人 除了这两大群体之外 裁员风也把越来越多的人抛进失业大军 随着失业形势越来越紧迫 人们普遍关注强劲的失业浪潮是否会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那么中国的失业问题为何如此严重 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及经济体制有什么关系 中国解决就业困境的出路何在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显博现场邀请到的嘉宾是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程晓农先生 陈晓农先生长期从事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问题的研究 他最近一段时间也在跟踪中国的失业问题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提出问题 或者就中国的失业问题发表您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再次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您现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欢迎您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陈晓农先生 好 我想请教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这个失业这个现状 那么到处都有一些不同的数字 但是好像缺乏一个全景性的一个数字 那么您有没有这方面比较可靠的一些数据呢 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在掩盖这个数字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得不到准确的数字 我个人在六年前做过一个研究 当时研究的是2000年的情况 然后结果让我很吃惊 因为我发现在中国统计年间上 它有一份关于全国的各个行业就业的人数 除了就业人数之外 各个行业之外还有其他 那么按照任何国家的常规 所有各项加其他核在一起应该对于总和 但中国从1992年开始 在所有各项加其他之后 还有一块藏在那里 这个数字大到什么程度呢 1999年是5438万 2000年是6286万 就失业人口 这就是真实的失业人数 6000多万 国家统计局没有办法把它藏在其他地方 就把它隐藏在那么个位置里头 那么根据这个计算呢 实际上我当时估计2000年的时候 中国的城乡失业率已经达到20% 总数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2000年光是城市 隐蔽的失业人口 就已经是6286万 在2000年 对 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间上计算出来 那您有没有 比如说2008年一个估计 我们知道这个数字 显然不可能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 但是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大致的估计 或者根据经济成长率 或者 很难估计 因为这个是本来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的 大概的猜测是不下于一 不下于一 您说的是城镇人口 还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 因为按国家统计局的定义 所有农村人口 只要是劳动力都算就业了 就不管他在家里有地可种或者不种地 或者他是在农民在外头流动打工 有没有找到工作 国家统计局一律去做就业人口 所以在国家统计局的定义里头 中国没有农民失业问题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农民工的这个失业问题实际上是相当的严重 那么我这看到的数据呢 说是去年就是今年春节以后 有一千多万农民工涌入光是珠三角地区 还不是整个沿海 就是珠三角地区 但是当地的需求量只有大概不到两百万 那么这么多八百多万人 是不是就都算是失业人口 按照外面的这个标准来看 应该讲是 现在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的 今年年初的一个提供的资料 大概今年他们估计农民工当中失业的人数是两千多万 整个农民工在外的打工的 农民工是一亿三千万 那么其中有两千多万是失业的 这个数据呢 应该讲是还是比较早的数据 因为现在农民工已经出现了二次流动 就是春节以后 很多人马上就动声 赶到他们原来熟悉的地区找工作 发现找不到 然后又开始第二次流动往别的地方 甚至出现了全国性大流动 比方讲广东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以后 开始往新疆走 但并不保证他们到新疆还有工作 如果还找不到工作 就可能变得三次四次 最后把钱用光以后就彻底成为流动 好除了农民工以外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群体 就是大学生事业的问题 那么大学生根据最新的统计 今年是大概有差不多700万大学生毕业 那么再加上过去累计的 到底累计的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 到底是多少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这个数字 一直没有出公开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数据 对 因为中国政府宣布这是国家机密 不能公开 真实原因就是大学生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 看到的最新的几个调查是这样 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 大概中有一个英才网 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到今年年初 18%的找到工作 82%还没找到工作 2008年的毕业生 对 然后2009年的毕业生 广东本省2009年的毕业生 据广东媒体的报道 今年找到工作的是2% 98%还没找到 那我们看就是说 就从您这个观点来看 因为您刚才提供了九几年的数据 还有2000年的数据 那么似乎您不太赞成这样一种看法 就是说呢 中国现在这个失业大潮 是因为最近这个国际经济衰退 或者中国近一两年的经济衰退 您的感觉好像是中国失业问题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只不过现在呢 就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 准确地讲就是中国长期的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 城市失业率一直在20%以上 那么现在之所以成为比较 一个暴露性的问题呢 主要是它集中在两个层面 一个是大学生 一个是农民工 这正好是两个浮动在表面的 流动性最大的人群 这个而且对中国政府而言 是感到最敏感的 也因为这个这一点 中国政府要提醒各级地方政府 加强这个对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群体失业的关注 所以才允许媒体报道这些问题 这样的话 这些问题才浮出水面 如果政府中国的中宣部宣布 禁止报道失业问题 那么这所有问题就都消失了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比如说2007年2006年 那么都是超过10% 都是双倍数字的经济增长率 那么按照一般的常识来说 如果你的经济增长率如此之高 失业问题按理说 不应该那么太严重 那么为什么中国 在如此高增长的 经济增长率的同时 有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 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在2003年发过一篇文章 专门谈过这个问题 简单的讲就是 中国的8%的经济增长率 大概相当于美国的2% 台湾的5%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问题 经济学上讲起来比较复杂 如果要概要的讲 就是中国由于荣源 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企业 只有在经济增长 达到8%的时候 才能盈利 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 它就不能盈利了 我在1987年 在中国第一次发表文章 谈过这个问题 后来好像就成为中国的共识 变成8% 就必须是中国的目标了 事实上呢 也确实是 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以后 失业问题立刻就开始爆发 那中国的这个官方自己也确实说 就是说一般说来 持平在8% 那么就业问题不会那么太严重 对 可是今年这个温家宝总理也说了 中国是利保8%的经济增长率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您认为这个目标是不是现实 这个问题也要看就是 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插手多大 国家统计局作假的程度有多大 如果一切都老老实实 那么今年应该是达不到8%的 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显示 这个目标做不到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学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 就是说一般认为中国 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 那么对于高科技人才 或者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的需求 会比较大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也许脑子都在想 为什么中国社会如此难以消化 这个大学生 刚才就像您提到的2008年 如果是大学毕业生 一大半以上的人都找不到工作 那么这个跟中国的产业结构 或者经济现状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这些大学生 得不到社会的消化 我想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大学生最有体会 当他们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 他们找的都是低端的工作 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 没有多少真正需要 新的大学生去当工程师 去当这个技术开发和这个 让我们看起来 刚才的经济 活动力市场上 那如果我们就像 我们